來 回民哥 哇塞 那台重機也太帥了吧 是不是 這台很帥 它都是那種 仿賽的那種 運動型的重機耶 這是 HONDA 2024款最新的CBR650R 真的很帥耶 是不是 而且你看它的外型 是HONDA參與賽事的風格的 經典設計在經濟 所以前面雙LED的 陰眼頭燈 跟整個外型 你一看 沒有人叫仿賽的 就是賽者 我覺得它上面就寫著我的名字 機車承載的是靈魂 對 汽車承載的是肉體 對 你一定要擁有自己的靈魂 才能做真正的KID 你才能自由自在的 去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你才能在你當父親之餘 偶爾利用妻兒都不在的時候 好好的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KID 什麼叫做靈魂 文明哥 有了 有了 不好意思 我剛才被釋放出來 古代HR 這是你的車嗎 就是 這我的車 新車 不可能 真的 你試一下 這真的我的鑰匙 你是富二代 你是富二代 你長得算滿帥的 然後車子又帥 我跟你講 它其實沒有那麼的貴 而且你不要看650 對 實列四缸四喉單出的引擎聲浪 你可不可以讓他聽聽看這種四缸的這種綿密的魂厚感 可以嗎 我來把他弄一下 你聽聽看 你會瘋掉 你聽到聲音你耳朵就懷孕了 你可以拉一下 你自己拉一下油門 因為有時候車主會在意喔 不會 其他油門 你自己拉看看 有沒有 是不是基金先走呢 可以了 可以了 車主會新車 是不是 真的很棒 我剛剛只是大致的跟他 介紹了一些我知道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講 對 真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之前 一直有新都要買一台重型機車 剛剛講的運動型的 我覺得 真的太適合我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這台車 新改款的 上市的 我們先看到右手邊這個地方 是 它寫著這個 Honda的E-Clutch 它是電子離合器 是買這台車最重要的吸引力 這個東西可以讓你完全的 自動的去幫你做離合器的動作 然後你不需要去拉這個離合器 拉桿 你可以非常 直覺的直接做踩檔跟升檔 對 就完成換檔動作 那我如果在騎騎騎 覺得很順 然後突然想要回到那種 壓離合器換檔的感覺 是可以的嗎 這就厲害了 它這個離合器 只要你去操作它的時候 對 它可以馬上的 直接把主動型交換去給車主 那另外全新的配備來講 它也搭了一個 5吋的TFT的一個螢幕 它辨識度非常好之外 它還可以針對白天晚上去切換 它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 喔對 因為有時候太陽光太大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反而看不太到 你不可能在那邊這樣找找 真的 但是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會 而且在操作上啊 它這個新的旋鈕 它這次我滿喜歡的 它是一個四向 四個方向性的一個旋鈕 對 你很好去做操控 Honda還有一個 Honda Rollsync的功能 你接合我像我的藍牙耳機 我可以直接結合車輛 還有我的手機 這邊可以顯示一個螢幕 我可以把導航的方向 可以直接顯示出來 類似騎車的Table 對 你就不會分心 你很專心在騎車 享受騎車的這個自由感 跟速度感這件事情上面 這就是Honda 一直在追求安全這樣 我會很喜歡這個特點 可惜就是 可惜就是你這樣太新款 你可能沒辦法試騎 太新款 能不能試騎啊 因為今天都已經賣兩張臉了 你知道嗎 賣兩張臉一隻下巴 能不能 我們就去騎看看好不好 你去試看看 它有重機牌 可是它沒騎過賽車喔 我可以很輕易的人車合一就對了 很輕鬆 非常輕鬆 可快可慢 來 交給你發動 你可以喔 來囉 試試看看 由我來測試最適合不過了吧 真的 真的 你是新手小白 了解一下為什麼我常常會騎著 他邊騎邊帶微笑 好 你也很大方喔 新手就借他騎 沒問題啊 這個車一定是好好騎的 你看我們剛剛都不太敢摸這樣 好 他那個換檔完全沒有一點點頓挫 沒有 可是又沒有汽車自排那麼無聊 我的車回來了 太順了吧 是不是 這是真的不一樣的東西耶 是不是 可是你看我現在還在三檔 對 然後我放手了 你如果遇到這情況不好 你根本不用去擔心 會不會因為換檔失誤造成危險 你就專心在做煞車就好 所以看起來是我們概念裡面 速度很快的賽車 可是非常安全 好嘻巴 請問一下 現在下單什麼時候可以交車呢 我幫你來聯絡一下 看有沒有野武能夠達成這個 Honda本店之翼的這個夢想 而且KID哥要車真的 應該是最快時間交給你的啦 好不好感受一下 先不要讓我老公放這一段 文明哥家車庫可以借我放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家車庫至少還可以放四輛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騎這台車去北 所以 不是有沒有可能 是一定被追交 一定被追交 單緊 不好意思 他不是業務 他是車主 對 我再幫你 幫我處理一下 沒問題 來吃個東西 然後買一台車 很棒啊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子啊 對 很多人都這樣啊 真的滿帥的